书馆开书继续戒演杨乃武小白菜案 上文书啊咱们就正说到 因为这个杨乃武的第二任夫人詹氏大奶奶 和这杨乃武的姐姐杨的姑 都非常喜欢自己家的房客小白菜 于是呢经常把小白菜留到自己家里吃饭 并且呢每天吃把晚饭之后 这杨乃武啊还要教习这个小白菜习字读经 按这杨家人来看这不算什么 因为这个杨乃武和小白菜从未独处过 每次啊无论是吃饭也好啊 还是这个教字读经也罢呀 都有这个杨家其他人在场 和是呢这个詹氏大奶奶和是这杨的姑 可这日子一长啊 那写个街面上惦记小白菜那些坏小子呀 哎不这么想 再加上他们平时跑来调戏小白菜呀 经常受到杨乃武的身世 所以啊怀恨在心就编出了杨吃白菜这种绯闻 那俗话说的好啊 这舌头跟在底下能压死人 那谁先急了 那当然是这故事的第二男主角 这葛小大先急了 作为这个小白菜的丈夫 他哪听得了这个呀 这明明是有人拿毛线团子 给他织了一个绿帽子声望脑袋上扣 那他也琢磨呀 这顶绿帽子是真的是假的呀 于是啊这葛小大为了闹明白其中的这个根油 夜里呀偷偷的潜回家 潜回家干嘛呀 听自个儿媳妇的窗户根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么麻的事 您瞧啊这葛小大 他长的是个矮搓粗 您别看长这模样 可是挺有心眼的 他决定啊得找一个呀 雨夜回家侦查 那么说为什么你得找一个天不好的时候呢 哎对呀 这天不好的时候啊自个儿的媳妇小白菜以及羊家的人呢 肯定认为这葛小大今晚是不会回家的 所以说呢他要来个宫崎不备突击检查 给他们弄一个狼吃羊啊 他冷不防 好不容易啊 等到了这么一个风雨夜 哎这葛小大呀穿着缩衣顶着雨 从城外的豆腐房可就回到了城里的家中 可是呢他听了听忘了忘啊 听见里边啊没有什么动静 进了屋以后啊出了后门 向这个里边杨乃武家的堂屋张望 见里边点着灯 中间的桌子上啊 小白菜坐在旁边正超惊的 一旁啊还坐着这詹事大奶奶和杨的姑 手里边都有针线活 观察了一会儿啊 也无非是啊 这小白菜有什么不认识的字了 跑到里屋书房啊去问杨乃武 并没有什么出格越轨的 哎这小大呀一次还不放心 将这种侦查还侦查了好几次 即便有的时候啊 这堂屋里只有这个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个人 也无非就是一句一句的交习经文 这么一来呀 这葛小大爷想了算了吧 看来呀 这个杨二先生和我这媳妇啊 清白的没有那么八宗事 这日子呀还没消敬几天呢 又有一件奇怪的事 可就来了 很不幸啊 这会儿这詹氏大奶奶呀 哎要生产了 可是啊 在生产当中 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 大出血死了 这詹氏大奶奶一死啊 这杨就乱了 为什么呀 内宅没人呢 没有主心骨了 幸好啊 还有这杨的姑左右支应着 可是呢 必定啊 这杨乃武这会儿成了官夫了 哎也就是说白了 老光贵了 按说呀 按常理说 无论是在那会儿 还是在现在 这小白菜呢 都应该回避回避了 就别老往这内宅跑了 可是不 这也就是最令人非议的 也是后来呀 这什么这冤情都能得雪 慈禧太后 以及这个大清朝廷刑部 唯独认为这事是这二人的该罚的缘由 什么缘由啊 就是这会儿的小白菜啊 不但还望着杨家的内堂跑 而且呀 也时不时的在杨家留饭 在没有嘱咐的情况下 仍然是和这杨乃武同桌而食 到了晚上啊 仍然是由杨乃武交习他 习字超经 还别说呀 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环境了 就是现在我想这二人呢 也数不检点 因为啊 这男女二人感情的问题出事啊 那都是在一念之差 好家伙 杨乃武现在官夫一个老官棍 这小白菜这个年纪这个岁数 那传出去可真是好说不好听 所以关于这二人通奸的坊间传闻呢 愈言愈烈了 这大伙啊 都说你瞧没有 你这詹诗大奶奶呀 没了 这回啊 这杨乃武跟小白菜算是得着了 没人管得了了呀 葛小大这个活王吧呀 当的算是一个贴士了 这会儿啊 这葛小大 杨乃武这两个人心里啊 可都就有点搁不住事了 说有这么一天 这杨乃武啊 见着葛小大 跟这个葛小大说呀 小大呀 中午啊 别在外边吃了 家里也别开火了 你啊 来后边 咱们俩人吃顿饭呢 我有事跟你说 这葛小大 答应一声啊 两人就各忙各的去了 到了中午啊 这葛小大来到了后宅 见到了杨乃武 一看桌子上啊 早准备好了 没有酒 就是有饭有菜 这杨乃武说呀 这小大你看是这样 这大奶奶一死啊 承蒙我这乐章大人 对我不气 把我的妻妹呀 又给我叙了闲了 你看 再办喜事 总得需要钱 你这房租啊 我就准备涨一涨 说完了之后啊 不言语了 这葛小大还等下半句话呢 他等什么呀 他等他涨多少啊 葛现在话 这俩人坐在那啊 得愣了三十秒 这杨乃武始终没有下半句话 这一下子 小大就兴招不宣了 看来这杨二先生啊 是要避闲了 涨房租不是目的 位子呢 是让我们搬走 这小大联盟说呀 说二先生呢 既然是这样啊 那我这个挑费高了 我们就租不起了 那您容我个三五天的功夫啊 我出去找房 我们立刻搬家 那杨乃武一听呢 笑了 说那倒也不急 说你看这啊 是你前三个月交来的房钱 我退给你 算是我违约吧 这两个男人心照不宣 商商量量的 这葛小大可就搬离了杨府 带着自己的媳妇小白菜 就在这条街的街尾 又找了几间闲房 算住了下来 要说呀 这不没事了吗 可是啊 获是来了 街上的这些泼皮无赖呀 卷土重来 又开始啊 来纠缠这个小白菜 这葛小大没办法 只好又托付自己的房东 这回这房东是谁 这房东啊 叫王心培 家里人口很干净 就是老两口子 实际上跟这葛小大呀 这两个人还有表亲 那托付王心培什么呀 他托付这个表兄弟说呀 我要是不在家 麻烦您呢 跟嫂子呀 支应着点 照应着点您这弟妹 他年纪小 一个人在家啊 别遭了别人的欺负 暗含着呢 也有啊 您看着点 别让其他野男人来呀 和我媳妇私会的意思 话又说回来呀 这会儿的葛小大 实际上已然对自己的媳妇 这小白菜呀 开始有怀疑 不放心了 这有情可原 搁谁谁也得怀疑 这平白无故的 哪可能就来这么多传闻呢 实际上啊 他是没想明白 这是因为你跟你媳妇 在模样上啊 实在是太不般配了 那么说有没有坏人呢 那当然有了 那还是啊 这葛小大跟小白菜惹不起的一堆坏人 在这儿啊 我还得给您重申一下 我讲的是故事 这些都是坊间传闻 最后刑部给这个案子定案 很简单 那是后话 咱们自然会交代到 即便不是最后定案的结果 在往回的审讯当中啊 这控辩双方啊 也没交代出这种情况 这些都是坊间传闻 还好啊 这故事不是我瞎编的 他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街上的这些泼皮无赖呀 那都是小把戏 多数人都是有这个贼心的 他也没有那个贼胆 无非呢 就是惹惹瞎撤和 过点嘴瘾过眼瘾完聊 可是啊 他真有胆大敢干 有钱有实力的 谁呀 说这渔航县里啊 有个捕快名叫阮德 有个姐姐呀 叫阮桂金 您瞧啊 虽然是传闻吧 可是这一百年过去了 可都有名有姓的 说这阮的姐在渔航县呢 那可是个名人 那怎么是个名人呢 好交朋友 他不光好交朋友啊 还客夫 到这案发时候指啊 已经客死撒爷们了 后来这阮的姐一琢磨呀 他也想开了 算了吧 我也别再嫁人了 多交几个男朋友啊 一样 在这个阮德姐的众多男朋友当中啊 哎 就有这么一个人 是咱们这部书的老朋友 老熟人了 谁呀 就是那个渔航县的梁尔局局长 会踢胡的那个何春芳 哎 从这儿您得仔细听啊 要不然这一会儿人物关系 您非乱了不可 说实在的啊 能不能给您说明白了 我也得说着看 哎 这何春芳啊 有个好朋友 说是好朋友啊 其实这何春芳 得狗着点人家 因为这个何春芳的身份地位啊 比人家低一头 谁呀 就是现代 刘西彤的儿子叫刘子汉 这刘子汉呢 那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这何春芳啊 平时啊 就傍着这个刘子汉 只要不忙 就陪着这位少爷呀 走狗斗鸡呀 逛个窑子呀 没事啊 走在这大的边小的檐啊 看看人家大闺女小媳妇 抛俩飞眼 说两句乌言会语 人家一骂呢 这俩孙子是哈哈一乐 至于这二人的恶行啊 咱们不多说了 咱们呀 继续说这人物关系 要不然一会儿啊 没准就捋乱咯 咱们就说这刘子汉吧 其实这个恶上啊 早就贪恋这个必秀姑 也就是小白菜的每次 哎 那句网络刘兄云怎么出来的 就是缠人家身子 可是事儿的往往就是这样 这刘子汉呢 作为这个县太老爷的公子 他是既有这贼心呢 他可以有这贼胆 只不过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哎 说来呀 怎么这么寸 就在这县太老爷的府里呀 有这么个帮庸的女工 哎 三十来岁是个小寡妇 史料不及被宰 这个小寡妇叫什么名字 不但史料不及被宰 传闻也不及被宰 只说呀 是刘府的帮公女佣 这刘公子啊 婚宿不计 和这小寡妇啊 他也有私情 对喽 哥们家门口话 他有那个破柴的关系 有一天呢 在这炕头上啊 这俩人云语过后啊 这刘少爷呀 就跟这个帮庸小寡妇说了 他说呀 我觉得咱们这渔航县里呀 最招人疼的小娘们啊 那就是阁小大的媳妇小白菜 可惜了啊 一朵鲜花插在这堆牛屎上 倘若有一天呢 我能跟这小白菜 同床共枕一宿啊 那死了 本少爷我也竹了 这小寡妇说呀 你呀 就是吃这碗里的 你还得看这锅里的 这还不好办吗 那么这吧 后天下午 你呀 上我们家来一趟 却原来呀 这葛小大和这个帮庸的小寡妇 这两个人呢 他们家是亲戚 这小寡妇啊 认识葛小大和小白菜 他们两口子 并且很熟识 到了商量好那天的中午 吃罢了午饭之后啊 就来到了葛小大他们家 这会的葛小大呀 还没出门到豆腐房上班呢 这小寡妇可就来了 跟这葛小大说呀 让小白菜 跟他去一趟他们家 干嘛呢 哎 他那有块布料啊 想这个小白菜 给他做身衣裳 您听见了吗 越来越像啊 这水浒传里边 潘金莲挑帘才衣了 这葛小大也没房呗 就跟这个小白菜说 那你去吧 既然嫂子那有活啊 你帮他看看 这小白菜啊 跟着这小寡妇可就到了他们家 到了卧室之后啊 哎 这小寡妇说 您等着弟妹呀 我去给你拿布料去 说着话呀 这小寡妇出了门来 窟窿哐当 可就把这门 从外边给锁上了 这门一锁呀 从这床围子的后边 可就转出了一个人 谁呀 正是这个恶兽 刘子汉 那您想想 刘子汉人高马大的 对付这么一个柔弱女子 小白菜还不好办吗 强行暴力就成了恶事 在这儿啊 这学徒我呀 就不给您申了讲了 您自个脑补就得了 要说这个桥段呢 这学徒我倒是爱说 可是啊 不会说 您各位还得见谅 等到完了事儿以后啊 这刘公子啊 哎 这恶少啊 对这个小白菜啊 是连秧个带红 再加上这个刘公子这个拼妇 就是这个小寡妇 对小白菜一通吓唬 他说这要传出去呀 你可没脸见人了 你就是一个死啊 这搁咱本地啊 得进猪笼 一呢 是惧怕呀 这刘公子的势力 二呢 又怕自己的丈夫 知道之后啊 出了人命 所以这小白菜呢 吃了亏 也不敢声张 那这事儿 到这儿完了吗 没有啊 说刘少爷这 贫富小寡妇啊 有一干姐们 谁呀 就是本县赫赫有名的 软的姐 就是那个 梁日局局长 何春芳那个 女朋友 正所谓呀 是鱼找鱼 虾找虾 所以这俩女人呢 有共同的爱好 就成了闺蜜了 这俩人 吃酒聊天的时候啊 哎 这小寡妇把这事儿啊 可就说给这 软贵金 软的姐了 这软的姐呀 改天就在 抗研子上 把这事儿 透露给自己的拼头 梁日局长 何春芳 这何春芳啊 听完之后 嘴上没说什么 可是他心里有个活动 只因为他呀 惦记这个小白菜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信了话说 刘子汉呢 刘子汉 既然你能来得 那么我自然也能来得 于是啊 这一日趁这个 葛小大不在家 刘春芳可就摸进了 葛小大的家里 怎么这么寸 这会儿的 葛小大这个表哥房东 王新培两口子呀 也不在家 所以呢 给了这个何春芳机会 他才能趁虚而入 这才有着 何春芳欲行恶事 被葛小大 撞了个满怀